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倒霉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运气 一个人他的运气好与坏都是可以通过他身上的一些行为看出来的 古人的话都是在长期的积累之中得出的经验 并非空穴来风 今天很多人不把古人说的话放到心上 完全就是将前辈们的教诲当成是耳边风 这种行为不对是小 最大的影响是到自己的后期 会自取其辱产生极大的祸患 鬼谷子时人数 莫是这三点 活该你倒霉惹祸朝殃 鬼谷子时人数之一 顾不自封 顽顾不化 鬼谷子说 顾行心术 守真一而不化 待人一吕之交汇 听之后之也 计谋者 存亡之书鸡 吕不悔 则听不神矣 厚之不得 既谋诗矣 则一无所信 虚而无失 一个人骄傲自满 狂妄自大 傲慢自大 固执己见 一定会招来别人的不满 别人的不满会通过各种渠道 架载到自己身上 从而招来美运 例如清朝末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她就是典型的封建蛮谷派 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清朝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要是再不改变就要面临灭亡 光去地 不忍自己的国家就此消亡 于是决定进行变法革新 而采取的意见和想法正是来自戊戌六君子 本来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可是慈禧太后不想放权 更不想变革体制之后危及自己的权力 紧接着她强行干涉 阻断违新变法 杀了像谭思彤等人这些革命先行者 最后的结果 就是被西方列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清朝破败不堪 最后土崩瓦解 因此 一个人不能活得过于狂妄自大 不可目中无人籍固执己见 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各种霉运 鬼谷子诗人数之二 草率马虎 轻视形象 鬼谷子说 有手之忍 目不是非 耳不听邪 言必诗书 行不辟吟 以道为行 以德为荣 貌装色温 不可相貌而得也 如是隐情赛西而去之 草率马虎的人 一般工作起来都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 人靠衣服 马靠鞍 人的形象虽然很肤浅 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需要注意 爱干净是人的天性 没有人愿意和草率的人一起工作 即使你们勉强在一起 你也会感到不舒服 比如晚堂著名诗人温婷云就是一个典型 他虽然才华横溢 却是一个衣衫褂褛 蓬头垢面的人 他不洗澡 不洗头 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连科举考试都没有顾忌 因为草率出了名 一生科举落榜 虽然他的文章得到了考官的认可 但他的形象却不被考官认可 虽上榜 却因拉他数次被除名 致使他终生无法步入师徒 俗话说精气神缺一不可 平时马马虎虎 总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即使有真才实学 也没有人愿意去接触 因此 相较于那些形容邋遢的人 周围人会更愿意接受 注重形象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注重形象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的人 其在工作方面 也一定是个能力较突出的人 鬼谷子识人数之三 直言直语 口无遮拦 鬼谷子说 口者心之门户也 心者神之主也 智语 喜语 思虑 智谋 此机由门户出入 故观之以百合 智之以出入 有些人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心神 直言直语 口无遮拦 这就导致他们很容易说出得罪人的话 也就是祸从口出 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 为了避免倒霉 大家最好是三思而后行 或者少说话多做事 周庄王十三年 公元前六百八四年 春 齐国攻打鲁国 吃了败仗 便恳请宋国出兵驻战 宋敏公与齐国谋定日期 让大将南宫长万率兵驻齐 两国兵至郎城相会 合兵伐鲁 向鲁国挺进 鲁庄公得报 问大臣们 齐国的报书衙携分而来 宋国的南宫长万有畜山举顶之力 吴国无其对手 齐 宋两军并至 互为犄角 何以欲之 大夫公子将奏道 据戏作禀报 报书衙有戒备之心 君容甚是整齐 南宫长万自使勇武无敌 行武杂乱 我军躺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 宋军可败 宋军一败 齐军必撤 鲁庄公便派公子 妾率兵偷袭宋军 公子且深知南宫长万 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不会不防被偷袭 若用一般的偷袭方法 定难取胜 于是便命人连夜用布匹制作百余章甲虎皮 命画将着色 画得像真虎皮一样 让将士劈在马身上 成夜晚月色朦胧 掩其息骨而出 悄悄到了宋银前 公子窃命将士 举起火把 高声呐喊 攻向宋银 南宫长万对鲁军偷袭早有准备 立刻带领人马银帝 宋军见一对猛虎咆哮着冲了过来 仓促见南边真假 被吓得晕头转向 兵士不顾一切 争先四下持奔 南宫长万之鲁军有诈 招呼兵士们 不要慌乱 鲁军是一兵之计 猛虎不是真的 快上千迎敌 在那声音被士兵慌乱中的叫声淹没 兵士四处持奔之时 置之不住 南宫长万不得不命身边的将士 驱车而退 接应公子妾的鲁庄公赶到 截住了南宫长万的退路 与公子妾一起 将南宫长万架在中间 南宫长万剑腹被受敌 只有死战 听天由命 别无他路 与猛祸一起杀入鲁军从中 鲁军抵挡不住 鲁庄公让身旁的长孙生 与南宫长万厮杀 数个回合后 南宫长万略战上风 鲁庄公怕 厂孙生有失 一剑射出 正中南宫长万右肩 南宫长万急忙用手拔剑 厂孙生趁机停击击了过去 南宫长万躲闪不及 被刺中左腿 厂孙生纵身跳下车来 南宫长万悲勤 鲁庄公千方百计 劝说南宫长万投降 南宫长万誓死不详 宋国派人与鲁国交涉 最后南宫长万被释放回国 南宫长万去见宋敏公 宋敏公本应给南宫长万以安慰 但他反而挖苦南宫长万说 原来我尊敬你 是因为你是长达胜仗的大将 如今你成了鲁国的囚犯 我便不敬重你了 南宫长是个红脸汉 被说得脸上挂不住 但没发作 据《时机》宋威子世家记载 南宫长万受虏后回到家里 心里憋气 八月甲午日 宋敏公要去忙着打猎 因南宫长万的急耍得好 要南宫长万跟随 到那里耍急取乐 南宫长万本来不愿去 但因这是军命 还是去了 到芒泽后 打了一会儿裂 宋敏公要和南宫长万下棋 规定谁输了伐酒一斗 结果南宫长万连输五局 被伐酒五斗 喝得面红耳赤 宋敏公要继续赌 南宫长万兴子变上来了 说再赌就再赌 宋敏公望着南宫长万说 你这囚徒乃是常败将军 怎么还敢与寡人再赌输赢 南宫长万一听囚徒常败将军几个字 犹如乱针刺金 骤然怒火中烧 心想 我为你杀场效命 不料被俘 鲁国人骂我是囚徒 说我是常败将军也就罢了 你为主上 却也这样骂我 是何道理 他望着宋敏公欲要发作 但碍于君臣面子 仍然强力忍了下来 不想正在这时 周朝有使者来报 说周庄公驾崩 太子胡其立 特来报信 宋敏公说 这是大事 我们一定要派使节前去吊丧 并为新君致贺 南宫长万暗想 在国内 我的日子实在难过 不如随使节到京都去散散心 便向宋敏公请求说 主公 臣还没见过王渡是什么样子 让臣陪使节去吧 宋敏公一笑说 宋国难道无人了吗 让一个囚徒奉使节前去 囚徒这两个字好像点燃了泡年 使南宫长万的脑袋突然起爆 腹中的酒也好像燃烧起来 他瞪起两只充满血丝的怒眼望着宋敏公 一时无法控制自己 君臣之分不知从他的脑子里飞到哪去了 他不顾一切地朝宋敏公骂道 无道的昏君 你不说我是为谁才做了囚徒 却一味地侮辱我 想什么君主 囚徒也不是让人想怎么嘲弄就怎么嘲弄的 难道你不知囚徒被弄得忍无可忍实 也会杀人吗 宋敏公骂道 你这贼囚怎敢对姑如此无礼 你要造反吗 看姑怎样惩罚你 忽然瞅见南宫长腕的长脊在地上放着 便跨不去墙 南宫长腕怒不可遏 抓起齐驹 直向宋敏公击去 一下击在了宋敏公头上 击死了宋敏公 因此 我们平时说话要注意分寸 不管是对试错 都要讲究语言一数 既要合理地讲出自己的观点 或是建议等等 又要让别人听着舒心 能够去接受自己的说法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不至于得罪其他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